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正经的吐槽博主 业余的美妆博主 我怎么做呢 很犹豫生怕这一步走错 鉴于就是YouTube上一片欣欣向荣的 像过年金珠闹新春一样 那种热闹感觉的美妆盛典 决定呢也给大家做一个 能对你们有点帮助的话 我是最高兴的 但如果对你们没有帮助 并且做的不是那么好的话 你们就当跟我聊聊天吧 就跟以往一样啊 做一个2017最爱的美妆用品 美妆盛典吧 2017最爱的护肤品呢 我也就不做了 因为我连美妆都做不了特别好 护肤更不用说了 你们和我2017最喜欢护肤女人什么 我告诉你们是水光针 进入主题吧 最喜欢的粉底呢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我在其中某一个月 1月2月3月4月5月8 哪个月的爱用品里面 跟你们说过的 It Cosmetics CC Cream 对于这个东西呢 我没什么可说的 它其实是非常薄 用起来比double wear的效果 还要持久一点 显得人皮肤呢很镇定 因为可能不是一个粉底的缘故吧 最终用在手上 颜色什么的也都OK 不过颜色这个事情呢 我跟你们说 肤色肤质跟我差不多的姑娘呢 一定要选那个fair 那个最亮的颜色 因为我之前跟你们说过 我最开始呢 不对我自己那么自信 我选了赖 拉出来以后是邓超色 对我来说是邓超色 它就非常薄 非常轻肤 然后也不会卡纹 也不会卡粉 也不会让你的脸 被秋冬的狂风一吹 就皱巴巴像老太太一样 然后呢 维持的效果也挺久的 之前有时候我上班 上一个long shift 上七个半小时的时候呢 他也能把我的妆 弄得非常散 零下班前 见到了最后一个客人 都能称赞我的皮肤 没有什么瑕疵 但是这种话呢 是我想象出来的 他们直接因为 我没有把钱数对给他们 但是我自己心里 保持了最初的信念 和职认就好了 下面要说另外一个呢 不出意外 也是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 哎呀我说就觉得 这个201400品 有点无聊 每一样东西 都是我之前的 爱用品里面 给你们推荐过的 我现在又说 觉得老生常谈 在这个视频的items 就特别多 肯定会像老太太过脚 不用抽成 如果你们不喜欢 一定要记得跳过 在这点上不用包容我 第二个我要说的 就是那个Estee Lauder 那个Double Wear Nude Water Fresh Makeup 这个呢 应该是我的年度 最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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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爱粉底 我本来要说三个粉底 其实我应该把这个 放到第三个手 因为这个手我最喜欢 但无奈 我就先拿到它了 所以我就先跟你们说了 又薄又清透 又不卡粉 又塑造零瑕疵水光机 之前呢 我想说它那么薄 它应该不能遮瑕吧 但遮瑕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呢 你如果是瑕疵太严重了 不能指望它像神间水一样 在你跟前轻轻一打 就变成白水公主了 那这是胡说八道 但基本上呢 给你打造那种 明星那种素颜裸妆容 一点都不是梦子 它其实是这种很流质的膜 在手上其实一点负担都没有 持久力超强 那我让我查一下 他们说它是比较适合混油皮的 我其实还是混油皮 但我感觉我打完水光机 并且最近换季 我已经变成干皮 用它呢 也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粉底液呢 比如我经历过了 我从油到混油 从干到混干的阶段 一切呢 都依然稳定 岁月呢 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溪水 岁月静好 一切安稳 但之前呢 我在我打准评理推荐过的时候 有人说它错泥 有人说要跑用 所以我觉得美妆这种东西呢 真的是因人而异 你很难说清楚 如果真的不适合你的话 你就别用美 反正是挺适合我的 第三个说的粉底液呢 是一个开架的粉底液 本来就不是一个专业的美妆博主 这个drugstore的研究 真的是少之又少 这个呢 真的是我drugstore粉底液里面的 一个意外 给我很大的惊喜 美宝莲的 Dream Liquid Mousse 慕斯蛋糕 那种丝滑质感 这个粉底呢 比起刚才那个 It Cosmetics 那个Double Wear的话呢 它算是比较厚重 正在非常光滑 一般它抹在脸上的时候 就是好像把一块 刚刚做出来 蓬蓬软软 还带着那种烤箱 余温的那种慕斯蛋糕 阿乌一大口咬在嘴上 嘴鼻上都是那种 慕斯蛋糕那种奶油 但是有一点点不腻外 瞬间就被那种香唇 浸满全身 很幸福 很满足 非常柔滑 我记得它是多少钱 十几二十块钱 打折的时候 反正就是十几块钱 因为想做一个 全脸drugstore 上班装给大家看嘛 没错了 我上班的时候 就是比较cheap 没想到呢 碰到了我人生 第一个drugstore 真爱粉底 我这颜色应该是 最白的那颜色吧 就是十号 刚刚我知道 就感觉特别的油光水滑 好像很油的那种感觉 我到时候心里就已经 不会又重新还我大油田 把我拉入 无限出油的深渊吧 其实没想到没有 挺持久挺空 涂上了以后呢 我感觉我就是那种 佛系的猪猪女孩 像巴哈马猪岛 像新出生 一个粉粉嫩嫩 见到人就笑着 要吃的小猪猪一样 虽然说这种可爱的人设 不太适合我 说一个上底妆的东西吧 我今年喜欢的beauty blender 还是这个joe fresh iop里面说过了 并且呢 自己我感觉 在我自己的这个美妆圈里面 还制造了一阵 比较大的风潮 我旁边的朋友们呢 都进香去买 导致呢 这么一个破玩意 在shopbers一度缺货 我有朋友给我发现 就说居然买到了 越来越买不到越生气 我理解你们 每次我就觉得 是一个普通的 就只是在网上看到 想去drugstore看一下 突然发现他没有了 我就宁愿跑遍 风源百里的世界 二次drugstore把它买回来 就好像某一些绿茶表设定 这个男的我本来不喜欢 突然发现他前日 回来重新追求他 突然发现他学到小学妹 想跟他一起做broject 突然发现他同桌呢 看他是一种爱慕的眼神 死活的要不要抢过来 当成我的男朋友 当然了我不是这种人设 开玩笑 你们不要唾弃我的粉墓 我想说就是这个makeup sponge了 五块钱两个 有的时候是shopbers呢 还给你什么一千倍积分点 深深的雾白蓝色 脏的也不显脏 因为它本身就是已经脏了吧 地在地上的背 也踩了十圈 掉到雪里 滚了两圈的颜色了 真的是好用 用了它以后呢 就感觉底妆都省了 妆非常非常薄 非常非常清透 如果你们想试一下 蘸水的效果更佳 既然已经开始说化妆工具了 下面就顺便把 今年喜欢的化妆刷说了吧 化妆刷遇过千千万 层出不同 大家的毛质也是越来越先进 搞得我已经眼花缭乱 像是一个很土 一辈前半生都生长 在农村的一个农妇 突然进城 瞬间被城市的 车水马龙霓虹的什么 震的震不开眼 但现在呢 鉴于我这个农妇 已经在城市待了一段时间了 一颗柔软的心脏 就练就得像钢铁一样硬 但是呢 初心仍然不改 最喜欢化妆刷 一眼是Sigma Sigma的各种眼影刷 各种blending brush呢 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 永远都是耐操 不掉毛好洗 从来都不会说 洗完了以后就蓬蓬炸炸 那使用感特别好 然后使用的周期又特别长 虽然说这个化妆刷是个消耗品 但它不用让你一直更新换代 整个人生变得省钱又美好 省下钱可以买很多别的东西 你可以多买两件唇膏子 打造你在别人心里的 百边女神形象 你可以多买两件 依法造你在别人心里面的 很潮流的形象 买一套Sigma 你就可以在一个相对长的 使用周期里面 一直用这一套刷子了 配合他们家自己的 brush cleanser呢 效果更好 今年用的频率最多呢 是这把 是F37 用美妆博主的话 说是什么呢 火焰头 火苗头 我自己呢 倒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是火焰头刷 还是孙悟空头刷 我心里自己觉得呢 它是一个多功能刷 刷子又长又软 然后这个形状呢 又有尖头 你可以刷到比较小的地方 又有空开的头 就算你要刷一个大面积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会用它刷高光 我也会用它刷腮红 我有时候呢 会用它打那种大面积的粉 我有时候会用它刷修容 无所不能 无所不有 无所不用其极的能 让你用一把刷子 把整个脸都照顾到 像是一个全能的保姆 价钱也比较便宜 然后呢 刷子功能性也比较强 质量也比较好 从来不掉毛 不飞粉的那种 大家心里面 算是比较top10里面的 刷子品牌了吧 我自己是怎么想的 所以说也不用我赘说了 洗beauty banana呢 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噩梦 因为又难洗 又难冲干净 又难把上面粉底残留 那种很恶心的 那种黄色洗掉 被指甲抠多了 它永远裂开 2017年的后半年 我一直都在用 这个beauty blender 他们家这 solid pro cleansing soap 它就是一块 小小的黑色的肥皂吧 它现在正装比较大一点 我这个是Sephara送的 一个试用装 洗的真的感觉 一点都不夸张 轻轻的就搓那么两三下 基本上80%恢复 你没有被粉底淹污之前 原来那个本身有的颜色 或是Hopping 或是橘黄色 或是深红色 或是我喜欢的那种 脏的雾霾蓝啊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它真的是好用 你稍微多搓几下 整个把那些水去掉 然后把你泡沫 彻底洗干净 晾干了以后 不仅颜色回来了 形状都还了 就好像一个魔术师 做了大卸活人以后 大卸八块 把两个箱子都分开以后 再拼回来 一片掌声之后 带着满脸皎洁的微笑 拉开幕布 被它大卸八块的 好几块的漂亮的模特 就那么完整又优雅的 站在你跟前 跟观众道谢 在我心里是一个magic 我现在已经用到第三块了 但我都没有买正装 不要脸的画了 三四五六七八块 就算没有了 我也会长期囤购 自己花钱买 就是这种赤诚的中心 下面呢就说眉笔吧 眉笔呢 今年喜欢三款 第一款呢 就是我这个从小用的大卸 可真是从小用的 打开始绘画妆 就在用那个眉笔 日本的一款 是双头的眉笔 用完了无数只了 让我非常有安全感的存在 每次没有这支眉笔 就想去囤一下 我通常的颜色呢 都是B8 半blanc那种 这支是已经用完了 因为我最近还没有新囤 所以说对不起大家 一面就是它眉笔这个头 粗细的特别适中 它算是那种扁椭圆形的 不是说那种很细 有的时候新手很难掌控的 那种画一百笔都画 画不出一个完整眉型的那种眉笔 当然了 如果你塑造细节的话 那种眉笔还是好嘛 我没有judge它的意思 但它也不像那些 说我们耳朵的坎刀没笔 你一下子很容易去画得很猛 三条蜡笔小型眉毛 叠在一起那种粗细 整个脸上的妆都得卸掉 重新就变了这么一条眉毛 这是非常地凹的 等一下就算要跟吴亦凡吃饭 都不想去的那种心情 另外一头呢就是眉刷 眉刷这个事我就不说了 而中间呢都可以悬开 中间这个部分呢是眉粉 眉粉呢这个part我是很少用的 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 填充一下眉毛里面的颜色啊什么的 显然这个有精神点 又好上色 又不会说用得特别快 这是我喜欢的一支 陪伴了我整个青春年画青葱岁月 另外两支呢都是今年刚刚认识的 新家族成员了 都算是极细的眉笔 因为自从呢我画眉毛的水平 变得高超了以后 算是我说这话是屁话 其他画眉毛画得更好的美妆 博主要笑死我 画眉毛水平稍微长进了一点以后呢 我就开始作死 轻轻地涉猎极细眉笔的行列 这支我已经有跟你们说过了 就是欧莱雅的一支 叫什么极细精准造型眉笔 对 非常非常的防水 我每次用完的时候 就算去做一件瑜伽 之后才把它联系了 那个眉毛基本上的形状都还在 当然了 它也不是说闻上去 你要是想让它一点都不掉 那也是奢望 怎么办它长翅膀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drugstore眉笔呢 我觉得算是比较持久 也比较好画 每一支都非常长 就算你是我这种画眉毛狂人 没有眉毛 整个人就像一个汉渍寒风中 没有庇护所涉色发抖的 一个无价可归的人一样 难受一扫而空 正常说的就是十几块钱 然后打折就是八块钱九块钱 每次囤个七八支 你会感谢我 第三支呢 也是今年刚刚是新眉笔 国货 你们知道支持国货嘛 网上非常非常火 那个网红化妆品家 火烈鸟他们家的眉笔 之前呢 我就只是因为大叔回国了 当时我就买了两支 一支02号 一支03号 两支都很好用 也是这种比较细的眉笔 很好画 很好上色 颜色也不会说太深 不好弄 画完以后 四五块钱 哇靠 今天呢 我用的也是这支眉笔 非常非常的好 修饰细节 多囤几支这种火烈鸟的眉笔呢 今夜做梦也会笑 这次我二月份回国的时候 也打算囤他个 一打两打三打一盒吧 染眉笔高呢 对于我这种无眉信任 也是一个必不可上的东西 每次用眉笔画眉毛的 我都一定会习惯性地 画点染眉笔 一来呢 是让眉笔的颜色淡一点 让眉毛在我脸上 不是那么突兀 用我这个人五官也不立体 很好 我一直用的都是03号 因为跟我的发色比较配 是一种比较金黄一代的颜色 刚刚染好漂亮 你们知道 你有时候你把眉毛 换成一种浅的颜色 然后上面那些立起来的 一根一根黑色的那种眉毛 远处看的是看不到 哎远处谁见你细节了 但如果你走近这么近的看 你就会觉得很尴尬了 一片荒芜不剧烈的黄土地上 在烈日下突然盛开了一朵朵 鲜红璀璨玉地的 曼陀罗花 这不达谁能受得了 这种heavy rotation的染眉膏 一般呢就帮我把我黑色的眉毛 都染成底一样的那种比较黄 跟我发色比较配的颜色 尴尬一扫而空 遮瑕膏这个东西 也是我平淡生活 美艳精致 小仙女妆容里面 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你说我画一个多美艳的眉毛 然后人家凑记忆看 满脸都是痘 满脸都是坑 满脸都是暗沉 满脸都是发红 谁会赞叹我的眉毛美若天仙呢 对吧 今年最喜欢的一个遮瑕膏呢 就是NARS他们家的小圆罐 已经屡次出现在我的 爱用品和空品记里面了 今天要给你们看一下 除了里面空的这个位置 被我用完了这个part越来越大 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差别 还是喜欢 就像一杯成年老酒 历久迷新 越又越喜欢 越又越欢喜 永远都不会厌倦它 就像你生命里面一个 每天都给你新鲜感的爱人一样 质地非常非常地落软 像一块果冻 每次把刷子伸进去抹的时候 都很想挖一块 抹在脸上呢 也不会说妆感特别厚 用刷子也能晕开 达到自然的效果 用手指更能晕开 别人看到 都是你光洁无瑕 在它的帮助打造下 没有毛孔 没有痘印 没有暗沉的无瑕剂 我用的是2号 完蛋了 当然了2017 已选一个合适的遮瑕膏 更让我觉得有帮助的呢 是我警惕你们的教诲 记得把遮瑕膏在粉底之前上 谢谢当时毫不客气地指责出 我问题的小朋友的帮助 喜欢的眼线产品 一爱身的亮高 我这个人是个很常情人 一旦在工作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比较好吃的restaurant 我就会连续好几天 好几个礼拜 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 当然了 说好几年有点夸张了 我的人生 从来没有持续过一份工作 或者持续过任何一个事情 尝过好几年 哦 瑜伽除外 瑜伽扭我千万遍 我带瑜伽入初恋 瑜伽这是我人生坚持的 最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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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事情 已经好多年了 每天睁开眼睛第一眼 还是上瑜伽 还是不想上班 除了眼线产品 怎么会扯到瑜伽上 快快回到正题 一个呢就是我之前给你推荐 Sigma的眼线膏 不晕也不难用 配合他们家自己的那种斜角刷 用起来是非常好 就是如果你最开始 用接触眼线膏的话 我觉得它要比眼线笔难上手 一旦把它用好了以后呢 效果是非常好 没有液体眼线笔 那么锋利的棱角 也不会是那种铅笔 那种眼线笔 一不小心就画出太粗壮 像绿巨人浩克一样的眼线 Sigma的这个眼线膏 我是喜欢的 另外一个眼线产品呢 就不用我说了 万年最喜欢 看望地的那个tattoo liner 是我人生晕眼线的救星 是我在雪地里面遛狗 突然摔了个狗吃屎 路过的第一个 手把手把我拉起来 问我are you ok的 那个给我最暖心 帮助和支持的那个路人 2017年 我至少也已经用完三四只了 无论从眼线的比较粗细程度 画出来那种深浅程度 还是从眼线比这个长短上的 都非常适合我的眼线 像我说晕眼线 晕到一个不行 出门15分钟 眼线已经晕得 好像从未出现在我脸上的人来说 真是上天的福音 天使的救赎 如果说跟我一样的问题 双眼皮太薄 需要一个比较薄一点的眼线 才不会一不小心 把双眼皮整个都画眉 变成一个很凶的人 并且呢 眼线很容易晕的小朋友的话 开望地 你值得拥有 喜欢的眼影呢 本来只想挑一盘做 挑一挑 我就像是一个穷尽半生 都没有挣到钱的一个穷人 突然走进 加勒比海上最厉害的那种海盗 留下那种 我为世人所知道的那种 藏蛮宝藏的那种山洞一样 摆了一个金壶 丢了一串珍珠 丢了一串珍珠 摆了一个金币 真的不知道怎么分辨取舍 所以说呢 眼影选得非常多盘 你们千万不要嫌我烦 我尽量用比较平时的描述 不浪费你们更多的时间 让你们知道 我大概的中心思想 核心观点 第一个呢 我要说的是一个小块的 这个就是Bobbi Brown的 一个单色眼影 说小块也不小块 因为对于一个单色眼影来说 它已经很大了 像一块腮红一样大 不知道用到几辈子 比如说呢 我非常怕这种单色眼影 整个有这么大块 因为感觉心理负担很重 那再喜欢我也不是吃啊 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弊饼 会影响我喜欢它 5号Camel 真的就像沙漠里面 骆驼团队里面 那些神色安详的骆驼一样 不显山不露水 不出众 不让你觉得这是一个 哇漂亮的惊艳的眼影 但绝对是你着急出门 或者要画一个 不是那么浓重的日常妆的时候 打底没有问题的一个眼影 颜色呢 非常非常吸引人 你想画一个 稍微重一点的妆容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做打底 网的母亲一样 接纳所有颜色 一点都不违和 如果说呢 你着急上班 着急出门 着急赶地铁 着急开车 着急去复一场 你不用画张画的很重的约会的话 光这一个颜色 在你眼睛上足够温柔 足够给你一个不用力过猛 但别人会称赞你长得好看的妆容 下面要说的第二盘呢 也是我的糟糠祈老啊 你们看好脏 后面被粉底也染到 这种光彩之下 暗窗横沉的这种事情 就留给我吧 自己拼的一盘 MAC那种很多单色眼影 拼成一个盘的 上面这一排 是Emma送给我的 下面这一排呢 是我在美妆路上 一往无前 坚持那个不被打败 那种亢奋精神 就这么慢慢的拼起了 还好 倒不是说每个颜色 我都喜欢到不行 但其中呢 有几个颜色 真的是我每次化妆 都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第一排 中间这个颜色 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Omega 打鼻影 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啊 又不会太重 又有鼻影的那种 轮廓层次效果 虎观瞬间 地体了三个level 很像东欧人 虽然说我像东欧人 这种话是放皮 我整张脸 看来看 依然还是很平 让我打一个 不会被你们说 太重的鼻影 顺便呢 也不会出门 显得五官太过扁平吧 已经被我挖到 有铁皮了 另外一个颜色呢 就是下面的 这个比较亮的 这个粉色 是我每次 要画一个很快出门 打完那种 比较慢 比较大地色的底色的 如果只能选两个颜色 另外一个shiny的颜色 一定是这个颜色 又不会太用力过猛 也不会太夜店 看起来很活泼 你是一个小女孩 像你露出天真无邪的 笑脸的那种颜色 做一个不是很出格 但又有点小心机 让别人看一眼 就对你无法忘却 小妆容的话 嗯 我自己呢 是你每次都会选这个粉色的 比旁边这个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比较实用性强多了 虽然说这个蓝蓝绿绿的颜色 我也喜欢 第三盘呢 是colourpop的那盘 也是网红的眼影嘛 叫做I think I love you 天向大地色 偏向金属色 偏向棕色 虽然说呢 像我这种浮夸的性格 最近都喜欢那种 奇奇怪怪光怪露的颜色 但这盘眼影 依然是扣装了 我心里里面最需要的那种 嗯 繁苦归正 不管你看到多少繁华盛开 不管你看到多少璀璨星光 你都想翻回家里面 那个温暖的温床 因为之前呢 我试心风 圣诞节colourpop打折的时候 买了无数盘colourpop的眼影 录了每一盘的使用视频 他还没给大家发 最后给大家发 然后呢 总体用下呢 我感觉colourpop的眼影很吃色 基本上有的时候呢 刚出门 跟他涂我两个小时 打开车前世纪 你看哇 我的眼影怎么都美 阿瑞也趁我没注意 睡着了以后 偷偷把我的眼影舔掉 不过呢 我也能理解 18块美金买一盘 什么12个14个颜色的眼影 信不信望他当上国家总统呀 但这盘眼影呢 出的这种颜色配色 每一个都很实用 很漂亮 随便拿出两个颜色呢 都能凑成一个 满乐质的眼妆 这一个优点以外呢 它跟别的我有的colourpop眼影 不一样 五六个小时颜色 都不怎么吃色 就下午去够了物 然后再跟朋友们吃了饭 再逛了街 再喝了酒 再看到电影 回来以后 诶 那个颜色该是什么样 还是什么样 就像一块用持久的画师 自家秘制调配的 非常非常漂亮的颜料 涂抹满的画布一样 千百年之后 依然被世人所流传 放在博物馆里面 每天接受无数 对艺术去之肉物的 小朋友的瞻样一样 依然鲜艳 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都比较夸张 那种金色 这种白色 打亮眉骨 这种不是那么嚣张的 那种眉骨色 这种每个颜色 也都小小的 拿出去做一个 短途旅行什么的 我觉得是个再好不够的选择 是我之前 十一元用品里面 跟大家说的那盘 Lila palette 之前我给大家形容了 是一个很漂亮 在纽约 咒服夜处 穿着大网格丝袜 漂亮的透明跟高跟鞋 跳脱衣舞的 性感脱衣舞舞舞娘 在客人们疯狂的欢呼声 然后满脸暗淡的离场 然后回家呢 还是像一只猫一样 或者自己那种小生活 一样那种舞者的颜色 特别漂亮 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很喜欢那个 Dragon by的颜色 有一种像魔法世界里面 会出现那种 用魔法棒 在空中划出一条线 湿了一个魔法 以后空中会有那种 奇异的火花的颜色 刚才那个 I think I love you 就算比较嚣张了 你的生活不能 full of无聊啊 没守成规 寻规导具的东西吗 你总得有出格的时候 总得有歇业的时候 总得有放飞自我的时候 这盘眼影呢 就在窒息的时候 派上用场 给你最漂亮 最出格 但是你最喜欢 最放飞自己的颜色 NATSA DINOTA的眼影盘呢 粉质印如既往的好 不飞粉 很上色 颜色非常饱满 默郁 就像你内心火热 喷不而出那种热情一样 这个事情呢 所有用过NATSA DINOTA的 小朋友都知道 如果没有用过小朋友呢 都听说过 我也就不继续跟大家说 BWT那个 新上市的眼影盘呢 也是今年我的爱 这也是一盘 比较偏暖色的眼影了 其中呢 有一个人鱼肌颜色 在中间 左属第三个 非常非常非常的美 就算眼睛上不打底 光用这个颜色 稍微在上眼皮涂一点 在眼尾涂一点 哇 都漂亮了 不行 是吃火锅也能用 吃西餐也能用 吃和牛也能用 吃路边摊烧烤 也能用的 漂亮的眼影 涂上以后呢 就是那种美而不自知 这人心脾 惊心动魄 别人知道你有多美 那种美 当然啦 这一整盘眼影 这么多颜色 这也都是我喜欢的 我觉得比他们 第一盘Rose Gold呢 无论是质地 还是颜色的配方上 都已经有的大进步 Desert Dusk 还是我挺喜欢 那盘眼影吧 不过很多美妆博士 都已经有跟你们说过了 我也就不实际说了 不能违背我的初心 不能跟你们说谎话 不能那么喜欢它 却不管它拿来 2.17彩妆盛典爱用品 倒数第二个要说的眼影盘 没错 是倒数第二个 后面还有一个 哈哈哈哈 你们再整一下 这个Pen McGregor 在Sephora 20%off 大开箱的时候 都跟大家说过了 每次拿出来 都生怕一失手 哦 屁呀 一声摔得四分五裂 造成我一失足成 千古恨的局面 这个非常漂亮的包装 之前我有给大家看过了 正面就是那种 很硬的有机玻璃 然后背面是一块金色 埋在金色彩的法老 面前也埋了 100万年 200万年 最后被考古学家们 从土里挖出来 终于能重新面世 那种感觉一样 每一块颜色都圆圆大大的 就像一块做奶酪的模具 里面被大家做好 无数无彩斑斓 漂亮的cupcake表面 就等待着 今天晚上party上 一显身手 被大家争相 拿过来品尝味道 一样那种感觉 给人很美味的感觉 这盘眼影盘呢 每个颜色的上色程度 不算特别浓郁 但是那种 你比较好掌控 比较能hold得住的颜色 最喜欢的是 这个金色和这个绿色 两个我最喜欢的颜色 凑成一排 表面粗粗拉拉的颜色 也比较干燥 像被太阳暴晒的 沙漠的沙土一样 但上到眼睛上的颜色 还是蛮持久的 也不会说特别深 虽然表面是高冷 魅惑显得逼格很高的 好了我是双方行贿 我承认我就是喜欢 它的包装 喜欢的非常多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说这个眼影的时候 有点词穷 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说不定最主要一个 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贵吧 人生第一次买一盘 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贵的眼影盘 我敢说我不喜欢它吗 我都怕我就想做梦 我钱包托梦给我 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你不喜欢它 你用这么多钱买它 帮我搞这么瘦 你要干嘛 最后我要说的眼影盘 是我之前的礼物 分享里面 跟你们说的那个 Too Faced他们家的 新的巧克力眼影盘 叫Chocolate Gold 长长久久 一直在用的眼影盘 如果说有观众 Instagram小朋友 有知道我之前 给大家发过一个 很憋角的wink 那种样子的那种小视频 当时呢 就是为了展示 这个眼影盘的妆容了 可以画那种 很萌很可爱 很罗利的少女妆容 因为我喜欢里面 这个粉红色 看起来有点丑 有点浮夸 有点贴 很像女生们的塑料姐妹 花友情 实际上涂在眼睛上 是非常好看 非常活泼 非常嫩 又很魅惑一点的 不丧失女人味 小面积的画在你眼尾 后三分之一处 给你的双眼皮里面 哇 那感觉绝了 你们可以试一下 味道还是他们 一如既往那种 巧克力奶油糖的那种味道 里面的颜色呢 多半也都是 很shiny的颜色 给你那种 嫁烈的感觉 给你那种 心情很好的感觉 彻夜狂欢 夜不归宿 喝酒喝醉 看到街上那些 清冷的路灯 都在你眼睛里面 扎成一片片烟花 那种欢快的感觉 这个眼影盘 不光是送礼物好看 好几次尝试过 就是把我刚才说的 这种很少女 很罗利 这种粉色妆容呢 画在脸上 每一次画妆 虽然都成功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 你永远都只能 猜得到开头 猜不到结尾 每次一画 这个少女梦欢 粉色妆容的时候呢 我这个视频呢 就录的失败了 所以说到现在呢 都没有一直存储的视频呢 是用这个的妆容 显得也有点苍白无力 可能老天觉得 我是老阿姨 不愿意让我装嫩吧 我下次会努力的 争取成功 录制一个视频 在某一天 画过这个嫩粉色 罗利妆容的时候 为了你们 我一定会加油 就算有风有雪 我都会逆风而行 冒雪前进的 啊 眼影终于说完了 累得我自己都一身大汗 在眼影上呢 算是我一个花心王子 Playboy 但是在腮红上呢 我去一反常态 异常的专一 最喜欢的就是这块 Warm Soul 喜欢了一整年 虽然说平时呢 我喜欢买 各种各样不同的腮红 试一下效果呀 感受一下 它们之间的不同啊 在那种美妆啊 做试色的世界里面 尽情的徜徉 让自己的一个美妆博主 那种专业资格 近一点再近一点 好像不同颜色腮红的 然后我坐在房间里面 就能体验到 不同样子的人生一样 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这块Warm Soul 曾经成功的安利 你让Bita在 已经点上有腮红的情况下 在我们家试刷了一下 Warm Soul 暗断自己的原话 他做梦都在想 这块Warm Soul 第三天他就冲到了Mac 要跟人家说 我想要Warm Soul 店里的店员呢 被他冲进来 气势迅迅的气势 所吓到 问他说 你知道Warm Soul是什么吗 他就说 我不知道我不管 我就是要Warm Soul 那时候我想说 安妮好可爱 烟粉色 上面有点小的珠光纹路 哇靠 不是那种美的 惊心动魄 好像给你一段 旷世奇远 特别是很不一样的美 是那种很日常的美 就好像在日常 正常的那种 赶工教室 赶地铁上班下班的过程中 你又能看到 原始从里面的独角兽 身上那种宇航飞船 你又能看到 最美的 你所不能知道的 世界里面那种 你非常想要的 那种新鲜感 那种美艳一样 是一个让你气色 非常好的美 如果说呢 你皮肤不是很白 涂上它 你能白两个色号 如果说你皮肤状况 不是很好 你涂上它以后呢 能显得你皮肤状况 变得晶莹无瑕 如果说你眼睛不称有神 你涂上它以后呢 你就变成一个 眼睛清澈水灵 像永远都 泪眼汪汪的 望向情郎一样 那种漂亮的眼睛 整个专容都增光天才 如果我觉得 我要出席重要场合 都一定会 第一个 不假思索 不假犹豫 立马拿出来 拿一把腮红刷 叉叉胆痒 就扫在脸上的 给我最多安全感 给我最美好幻想 和对生活最美好 希望的 那个最漂亮颜色的腮红吧 Worm Soul 用过的人都知道 曾经的钢板销售店 创下了连续两三个月 根本就不换别的腮红的颜色 最心里面 对她的那个喜爱 依然像是一个 取了五方姨态的 一个老爷养 夜夜升歌的事情 啊就去找五姨态 但如果有什么 家里面家到中路啊 或者迫在眉睫 火上眉毛一样的事情啊 今年晚上 必然是在大老婆的 房间里度过的 Worm Soul 就是我腮红去的大老婆 我的大老婆 另外喜欢的一个 就是那个NARS 今年新出的 那个液体腮红 名字叫做Tauri 是那种 比较红一点点的 腮红颜色吧 不算很粉嫩 不算很小姑娘 不算很小清新的颜色 每次的量非常省 只要用一点点 就能在你脸上 打造一个气色 非常好的妆容 不管你的眼影颜色 是重还是淡 不管你的成高颜色 是姨妈色还是土橘色 它都能给你hold出一个 最好的脸上的那种 妆感和效果 这个呢 我已经在我之前 大用品里面说过 你让我用最快的速度 回家最喜欢什么腮红 除了Worm Soul以外 另外一个最喜欢颜色的腮红 反正就是看见以后 让人很开心 就这么一个 像你一大关 指甲又一样这种方方罐 但你买一罐 我感觉能用一辈子 可以跟你所有的闺蜜 都分出来一些些 让他们也跟你一起用 这么颜色好看的腮红 见过高光千千万 什么色号都喜欢 初心不变就如我 Shamping Pop是第一 三秒就能成诗 虽然说是个打油师 很恶心 最喜欢的高光呢 是Shamping Pop 是他们好像去年的 一个限量系列吧 一个腮红叫做Flower Child 另外一半呢 就是Shamping Pop 当时我买它呢 是喜欢这个金色的包装 跟他们平时那种 棕色的包装不一样嘛 金色圆圆小飞蝶一样 心里特别喜欢 Flower Child 还是Chall Flower 倒没什么感觉 就是一个颜色很明艳 很嫩粉色的腮红吧 高光绝对是喜欢 最喜欢的香槟色高光 我觉得我对高光 最开始最开始 最初有那种美的见解和认识 意识到这个东西 哇 上脸真的是美 可能就是Shamping Pop 给我的感觉 在不久的之前 我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化妆也不是很好看 鼻音也很重的那儿呢 Shamping Pop呢 百分四百 就像床前明月光那种颜色 不喜欢 不喜欢那么亮的颜色 就喜欢这种 属于暗夜 属于精灵 属于派对动物一样 这种金属色 香槟色的高光 足够闪 这个金色呢 又不会太暗闲 你整个人的那种脸色 好像那种 刻意而为之那种 少林十八童人一样 那种金色 也不会说太亮闲 这个人呢 整个脸就像 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一样 十九 不管你涂多久 早上出门八点就涂上 晚上十二点你才回家 轻轻若若撒在你脸上 那种好像上天的恩赐 和福泽一样 那种金色呢 都会在你的鼻封上 熠熠生灰 闪闪发光 不能用凡人的言语形容 纵然我游历世间三十载 我心里拿到的那种词汇量 都不足以形容 一直都被别人推荐 是有原因的 我也就不多说了 因为也是一个 比较老的老商谈谈一样的高光了 忍不住一着 把视频拿来给你们看 你们有没有觉得 是一个金的很贵气的高光 一点一点都不落入凡尘 一点一点都不接地气 但是呢 涂到这么接地气的我身上 我自己觉得是毫无违和感 今天用的也是闪瓶泡 这个高光 脸像不像一个 砰砰的小苹果 另外一个喜欢的高光 是今年新的了 其实说这个呢 我有一点犹豫 动的时间不长 也就用了大概两个月 把它穿在这两个月里面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说不定是我新鲜劲没过 但我今天就先跟你们说了 如果我有一段时间过了 我会再告诉你们的 其实我过生的时候 基友送过我另外一块 Tom Ford的高光 真的蛮喜欢 左边这块的颜色的 它呢也是我喜欢的 金色高光 你们可以看到 下面是闪瓶泡 上面就是这块 颜色是要稍微暗沉一点点的 涂在脸上的 也是那种非常有气质的感觉 但我觉得呢 这个颜色好像是 夜晚出去吃饭啊 出去玩啊 在一寒冷冬天 吃完饭 躲进一个小酒吧里面 喝两杯舞的 温温热热的sake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吸引人 会让隔壁桌 喝酒的单身男生 跟你搭讪的一个 漂亮的高光颜色 是非常神秘 非常显然你有故事的 是无关年龄 显得你一点都不在青涩 是一个眼睛里面 好像能闪烁着 迷离光彩的 漂亮的女生 虽然说呢 右边这个颜色 太神了 我不是很喜欢 但左边这个高光呢 确实是我这样的 用的比较多的高光 想来想去 今年买了那么多高光 对一个高光的持久性 除了产兵泡不以外 就是这个最长了 最后呢 就是下修容 修容这个东西呢 我喜欢 但是用来用去 你们知道吗 之前我用量太多 遭到了各方各面 各黄各叶人的差评 我也不敢用太多 鉴于不能用太多呢 所以说到底有什么 女众不同 就屌的不行的效果的话呢 我也不太知道 分不清楚了 但是最喜欢的 一直一直以来 都在用的 还是这个Shelotuber的 那个太阳神盘 铁皮越来越大 对她的喜欢怎么说呢 就是那颜色最适中 也不让你显得 用力过猛的 上有很多harsh lines 一看这边就知道 啊这是个大脸逼 在脸上涂了那么多修容 也不会让人觉得 嗯这个脸真的很大 能让她不知道修容吗 哎 深浅程度也很完美 珠光也很完美 也不显得 那种有点脏脏 黑黑那种感觉 也适合新手 随便刷那么两笔 轻松塑造小脸妆容 有这个太阳神盘呢 让其他一切 我想适用的各种牌子 都成为了敷衍 一直都精进立在我化妆台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架子上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落里面 等待着一次次完成 帮我修容小脸的使命 虽然说我不喜欢 这个高光吧 但这个bronzer 当之无愧 是我2017年 最喜欢的bronzer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视频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年度爱用品里面 没有唇膏 实在是因为唇膏太多 太难抉择 我这种超级大型唇膏控 不能够容忍自己 把唇膏自己 这么喜欢的一个项目 放在一整支 年度爱用品里面 跟你们非常匆忙的说完 最重要的就是 把年度爱用唇膏 放在另外一个单独的视频 当然了 说这些话 都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 实话呢 是因为我想把战线 拖得长一点 这样呢 就不用那么绞尽脑汁 可以小想一个主题了 今天的以上就是这支视频 录完这个2017年度最爱 感觉2017啊 非兽里真的过去了 还有机会跟你们聊聊 我逝去的2017 虽然说呢 是无畏沉杂的 有开心也有泪水 每一样东西 都在我生活里面 有等同的位置 不能忽视的 因为那都是过去的人生啊 那都是经验啊 那都是往更好的 2018努力的时候 你能学到的那一刻 就是希望你们2018 也越来越好了 如果今天喜欢我 以上的视频的话呢 请给我点赞 我会很谢谢你的 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就请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样子以后 更新视频 你就能在第一学习的时候 提醒准时上线观看咯 那就感谢大家陪伴 2018让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拜拜